瓜連台九縣的木瓜溪橋旁呢 是發生了一起自撞車禍 在二十八號凌晨四點多 有大學生們開著夜車想要來車遊 但是疑似這個駕駛不熟悉路況 所以車輛呢失控撞上了橋端護欄 開車的男大生一度受困在車內 直到警銷到場之後 用破壞器材救援 才把人給救了出來 幾名救護人員圍在轎車旁邊 進行救護任務 一名二十一歲男大生 受困車內 就怕耽誤救援 救護人員和時間賽跑 也和死神拔河 要從撞得稀巴爛的轎車中 救出男大生 二二八連假第二天 凌晨四點半 大學生夜遊在花蓮 台九縣木瓜溪橋旁 發生嚴重車禍 轎車失控自撞橋蹲 男大生受困二十分鐘 緊急送醫 女乘客則是全身多處擦錯傷 自行脫困 那傷者他四肢一次變形骨折 那隨後送往刺激醫院搶救 這一狀叫車近乎全毀 所幸車上兩人命大都沒有生命危險 下去警方也調查撞車原因 駕駛酒車子為零 詳細造勢原因有本分級調查中 男大生有駕照 同時沒有酒駕 疑似因為不熟路況才發生車禍 車撞爛人也重傷 雖然駕駛毀了 但兩人保住性命 算是不信中的大幸 記者劉己嬌花蓮報導 好接下來那一看到這個呢 欸也是蠻奇怪的 台北呢有一名年輕的男子 他日前到了超商 秀出了他的條碼 條碼是什麼呢 是繳款單 大家向店員來揚稱說 欸你錢一般的店員 掃描這個繳費單條的時候 是失誤的 導致要繳招的款項 沒有完成匯款 要求再掃描一次 這個店員沒有想太多 就照著顧客的話來做 事後才發現 這個男子根本就沒有繳過錢啊 店裡的收支金額 也就因此短少了十二萬元 這時候才明白 哇 原來是一場騙局 男子把手機放在櫃台 說得口墨橫飛 似乎想說服超商店員什麼 店員拿起掃描器 對著螢幕掃了幾下 但他不知道 站在眼前這斯文的男子 正用可惡又新穎的 詐欺手法讓他上當 嫌犯帶著一組繳費條碼 到超商告訴店員說 他先前曾來這邊繳過十二萬 但由於操作失敗 要店員再刷一次 店員真的照做 卻就此落入騙局 嫌犯輕鬆騙得十二萬 靠的就是超商提供的 第三方支付服務 他先上網申請一組繳費條碼 但其實收款的就是自己的帳號 說服店員再刷一次條碼 前入袋 晚上業者才發現 少了一筆十二萬元的 應收帳款 警方在超商逮捕理性嫌犯 他打算一路騙 一直騙 在嵩山區得手後 跑到信義區 故技重施 這回店員機警 報警抓人 超商業者回應 後續將配合調查 科技進步帶來便利 卻也讓不法之徒手段持續更新 無論店員還是民眾都要更加注意 記者張正銘 陳玉璇 台北報導 好 接下來看到有沒有台中的朋友 台中的朋友先跟我們打一聲招呼 來 我們看到這個七彩霓虹燈 不斷的閃爍 這個不是在夜店 也不是在KTV 這是在哪裡呢 這是在台中的馬路上 台中捷運溫馨路沿線 最近就被民眾給投訴了 捷運軌道這個蹲住 在投射燈的照射下一閃一閃的 造成眩光影響了行車的安全 對此 市府就解釋到了 目前是在測試的階段 造成困擾 將會立刻改善 而至於有進一步消息 也會跟民眾來進一步溝通 台中重要幹道文心路 車水馬龍 不過看看這捷運軌道蹲住 投射燈打下去 七彩顏色一閃一閃 這種氛圍燈假如有那種燈光變化的話 對那個一個市區的一個美感 應該也是很大的幫助 整體感覺還不錯 然後整體適容感覺是有質感的 大型霓虹燈有些人覺得漂亮 但用在馬路正中央 也有人覺得太耀眼奪目 我覺得不要紅色跟綠色 其他顏色應該都可以吧 不然就是因為紅綠燈 行車上路得注意來自四面八方的狀況 眼鏡一次接收多重燈光 很有可能釀成意外 天天經過這裡的公車司機很有感 這霓虹燈從何而來 原來是市府正進行大光環計畫 預計在捷運沿線七處蹲住 增加光環境設施 近期正在測試才會有閃爍的狀況 另外都發局澄清 此計畫經費是由民間企業贊助 原因是增加道路照明 想讓台中越夜越美麗 沒想到現在卻引來負面聲浪 之後將會與相關單位持續修正 以庸人安全為第一考量 記者楊敬禮 雲杰台中報導 來 剛剛問有沒有台中人 好多人都是台中人 來 玉衡 哈囉玉衡 還有月華 月華 他也是台中人 好 我們看到這麼多的網友 不管是在台中還是在哪裡 你們全部都要陪我到 等一下的晚上1點鐘好嗎 還有一個小時 現在時間已經快要12點了 這個全球夜線新聞 會一直到晚上的1點鐘 那麼接下來你看到 是有民眾在睡前聽到旁邊發出了 這個大龍炮般的爆炸聲響 警戒就看到這個火光噴發 到底怎麼回事 一看發現原來是自己 正在充電中的行動電源爆炸了 行動電源突然爆炸 類似情形國內外都曾發生 輕則受到驚嚇 重則加毀人亡 如今又有民眾遭遇著驚悚狀況 我突然聽到很像放煙火 放仙女棒的聲音 就看到行動電源不停地冒出火花 手裡拿著行衝殘骸 零件暴露還有焦黑痕跡 女子睡前把這款台哥大自由品牌 大陸製造的行動電源充電 去年才買還在保固期 沒想到突然爆炸 瞬間那個電池就 他說就像大龍炮這樣衝出去 電池好像沒有造成什麼傷害 太大的傷害 行動電源險些成了殺人凶器 真的好可怕 他也不滿台哥大對產品的 處理態度 預防行衝爆炸 其實有PAPO 選購時最好挑選有認證有投保 台日韓製造的行衝 使用時也要注意 由於這款行動電源 去年也曾有用戶遭遇爆炸情況 台哥大目前全面召回 就怕傳出更多意外 記者台北綜合報導